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然而当我仔细审视今年的获奖名单时 不禁感到唏嘘 似乎能够窥见华语乐坛的未来 正一步步走向衰落 首先 最备受瞩目的当属最佳男歌手和最佳女歌手奖项 其中周深获得最佳男歌手 欲可为荣英最佳女歌手 颁发给两位纯粹的歌手这两个最高荣誉 实在令人感到有些不协调 或许这反映出年轻一代歌手在创作方面的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 在创作才华出众的年轻歌手方面 实在是少之又少 这使得那些专注于演唱的歌手 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另一方面 刘云宁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周笔唱则夺得最受欢迎女歌手奖 然而这两个奖项似乎更像是面子奖或摆设奖 因为这两位歌手的受欢迎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无需通过奖项来证明 时代少年团被授予最佳组合奖 但他们属于典型的流量偶像 音乐作品相对匮乏 普罗大众对他们的了解程度相对较低 汪苏龙被评选为最佳唱作歌手 而毛不易则获得了最佳创作歌手奖 这两个奖项的存在似乎是为了多方面照顾不同的音乐领域 然而这也暗示着毛不易在创作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在演唱方面可能略显不足 至于周杰伦 他获得了港台地区最佳男歌手奖 而张杰则荣英亚洲最佳歌手奖 这意味着周杰伦在整个亚洲范围内的影响力已不如以前 这一点让人不禁感到担忧 综合来看 这些音乐奖项的特点是越来越年轻化和流量化 老一辈的歌手似乎在舞台上 越来越不被看好 而年轻一辈的歌手似乎还没有能够完全取代他们的实力 这让我们对华语乐坛的未来产生了忧虑 不禁要问他是否注定要这样下去 邓紫棋荣英港台地区最佳女歌手奖 这个奖项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邓紫棋在华语乐坛年轻一代歌手中一直稳坐佼佼者的位置 并且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 此外邓紫棋还摘得了亚洲最佳唱作歌手奖 这是对他才华的再一次肯定毋庸置疑 亚洲最佳女歌手奖颁给张亮颖 这个决定或许可以说是有合理性的 但也引发了争议 毫无疑问还有其他女歌手同样具备获得这个奖项的实力 但张亮颖赢得这个奖项也有其合理性 说到这里小编在和粉丝们在聊38岁的张亮颖离婚后的真实情况 近日一场弯曲声明乐张亮颖凭借一首真唱的爱是一样的 狠狠证明了那被天使吻过的嗓音名不虚传 然而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她却在感情中极尽卑微 她未追本以为是爱的开始 不料却是爱的牢笼 张亮颖生于1984年的成都 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儿 她性格内向常被父母比较 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 张亮颖还记得她刚出生时 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报错了吧 那一刻她好像就注定会成为这个家庭的多余者 张亮颖的父母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 吵架的声音成了她记忆中家的主旋律 也在她上小学那年 父母终于忍无可忍 选择了分道扬镳 离婚后张亮颖跟着母亲生活 父亲组建新家庭 很少过问她们母女的情况 每逢父亲该支付抚养费的时候 张亮颖都忐忑不安 她气生生地敲开父亲家的大门 却总是迎来冷眼相对和各种刁难 张亮颖感到莫名其妙 又难以名状的羞辱 她明明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后来她干脆放弃了不再去讨要那点可怜的生活费 父亲对她的冷漠和漠视 撑了她心头的一根刺 为了分担母亲的重担 15岁的张亮颖在朋友的介绍下 开始在酒吧助唱谋生 舞台灯光昏暗 她一个人站在舞台上 声音在空档的酒吧回档 张亮颖发现唱歌能给她带来力量 可以暂时忘记生活的不如意 在赐醉酒后 小廖动手打了张亮颖 张亮颖这才看清这个表里不一的恋人 她红着眼睛跑回家 心如刀脚 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后怕 沦为爱人的赚钱工具 然而张亮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冯克已经有妻子孩子 但她还是主动接近张亮颖 以一个成功男人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 年仅19岁的张亮颖 从小缺少父爱 面对一个成熟男人的追求 手足无措 冯克频繁出现在张亮颖的演出现场 送花 等她下班送她回家 张亮颖被冯克的浪漫中服 最终接受了这段禁忌的感情 男人交往后 冯克开始帮张亮颖规划事业 她利用人脉帮张亮颖进入四川大学学习 并让她参加各种歌唱比赛 包括新兴歌手大奖赛 全国PUB歌手大赛等 张亮颖靠实力在这些比赛中取得不错的名次 2005年在冯克鼓动下 张亮颖报名参加当时的选秀节目 超级女生 为了让张亮颖在比赛中出众 冯克不断通过媒体造势 制造话题让张亮颖受关注 她还组织粉丝为张亮颖疯狂打电话投票 在冯克的操作下 张亮颖最终在超女中杀入前三 2009年冯克建议张亮颖自立门户 于是两人合资成立少城时代 张亮颖占七成股份 冯克二成 余下股份给团队 公司成立后 张亮颖成为少城时代的顶梁柱与金字招牌 2015年张亮颖在演唱会上 公开与冯克的恋情表达结婚心愿 在舆论压力下 冯克只好在网上宣布 两人僵于2016年 在意大利举行婚礼 没有想到张母强烈反对这门亲事 指责冯克利用女儿 但是张亮颖选择相信冯克 还是和她登记结婚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 这场盛大的婚礼 只是冯克控制张亮颖的第一步 婚后她逐渐露出狼子野心 她不断地从张亮颖身上牟利 公司的股份名下写着张亮颖 但实际既掌握权 牢牢掌握在冯克手中 张亮颖的专辑和演出票房收入 都被冯克据为己有 她只能靠冯克发放的微博生活费维持 冯克用张亮颖挣的钱 在北京买下多套豪宅 而张亮颖在北京的住所 却只付了30%的首付还在按揭 张亮颖被冯克控制的死死的 联系也被严格限制 难以脱身 她在公开场合无数次表达 对冯克的爱意和感激 使则内心早已绝望 2018年在母亲和朋友的鼓励下 张亮颖终于鼓起勇气决定离婚 这场始于算计的婚姻 终于已离婚告终 张亮颖宣布与冯克解约 结束这场持续15年的利用关系 离婚后 张亮颖迅速重振旗鼓 她的事业依旧是顺利发展 张亮颖虽然经历了这场婚姻的遗憾 但她正以崭新的状态重启人生 我们有心期待 她能够走出过去的悲伤阴影 重拾自信 活出属于自己精彩绚烂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并尽在15个超能力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